头发真的好少 好了 刚刚我就是洗了一个头发 然后给你们看我现在头发已经长到这么长了 到这了 如果是放后面的话 直接就可以到我的屁股那边 真的是太长了 因为我自己的个子也没有很高 这么长的话就会看起来我更矮 然后给你们看我的发量 真的是很少很少 长这么长的话看起来会更少 而且我的头顶这边就看起来会很凸 所以我就打算自己今天在家可以剪一点 大概剪到这边这么长 然后我前面的这个妹妹头也要剪一点 它也是长长了 之前我有一集是我自己在染头发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用的是什么洗发水 因为我经常自己在家染头发 然后头发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柔顺的 我目前用的呢是这一个小巴黎的 给你们看 然后上一次洗头发是针对于我染发嘛 所以我就用的是这个小纸瓶 因为我的头发是比较容易出油的 之前用的那些滋润型的洗发水呢 基本上第二天就出油了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一个小巴黎的 洗完过后我们的头发会比较蓬松一点 然后它的控油效果很强 我差不多都是第三天这个样子的时候才开始出油 这个小纸瓶呢它就是专门针对染发用的 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头发 而且我们这一种经常在家自己染头发的话 很容易掉头发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小巴黎的还不错 而且它的泡沫非常的细腻 还有护肤等级的紫色威力 可以延迟我们头发掉色的速度 让我们的染漂发色可以增加雾感去黄 如果没有染发的话 我通常就会用它们之前的日常款 洗完过后面的头发就会很柔顺很顺滑 后油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给你们看它们家的这个日常款 其实我已经用到差不多了 应该只剩这么一点了 所以我还是挺推荐给你们的 如果你们觉得不错的话 你们可以去买来试一试 现在我就是要来看是剪头发了 我的技术不是很好 其实我就是随便一剪 剪短一点就行了 什么层次感的我应该不懂 我就是把它剪平就好了 这个是我之前给郑秋宝剪头发MCU的时候 没有办法出去剪头发 然后我们在店里面买的 剪到哪里比较好 前面这儿吧 也不能太短 太短我就不习惯了 真的很奇耶 给你们看这个是我的头发 上一次MCU的时候 我也是自己在家剪的 然后我剪的时候 这边是这个样子平行剪的 然后剪这边的时候 我们这个样子 看起来平行的 我头一抬上去 那个头发就完全两边就不对称 所以这一次呢 我要吸取教训 我一定要直 你们看我头发真的是太少了 基本上一刀就可以剪嘛 你们觉得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会不会比较轻一点 头发看起来会比较多一点 别再剪了吧 再短的话就不好看了吧 暂时下面先这样吧 然后我这个刘海也要剪一点 我在抖音上面有学一个剪法 不知道会不会踩雷 就是先把这个刘海拿出来 拿出来 要不要不要踩雷 拿出来然后这样子卷 我觉得它太少了吧 然后用这种有齿轮的剪刀 再给它剪 一刀下去 一共剪几刀就好了 我好紧张 助剪太长了是吗 但是它的这个形状是好看的 不然我们再剪短一点了 太长了因为 啊我的腿上全是毛 在这儿吧 可以耶这个方法 你们看它这个形状很自然 因为我比较胆小 所以我不敢剪再短了 所以我们暂时就先这个样子 然后我现在就是准备收拾一下 我们卷一个头发 等一下我要出门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了 哇这下面卷着头发 这个就是为了给你们拍影片 不然我就在厕所见了 我们来到Gucci这边看衣服 我看中这条裙子 这个比较有气质一点 然后这一个是一件小猫衣 这个是它说是他们的新款的一个裙子 然后它布料有点这种杀 现在来试穿一下 这个衣服 挂着很好看的 好了我最后还是决定买这条裙子 我觉得很好看 比较显气质一点 给你们看下面 没有脱裤子 好了现在我已经到家了 刚刚我们出去有跟朋友一起吃一个饭 吃饭的时候就没有拍到 所以我回家给你们开箱一下 我拿到这件衣服的时候 它上面你们看是这种皱皱的 我就觉得很不开心 米白色的这一边它是有一点点挂线的 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的便宜 然后我买到给到我是这种感觉 我还挺失望的 主要是我付钱之前是跟他讲 可以帮我运品一下 然后他有答应我帮我运 我刚刚拆开的时候 下面还是兜色这个样子 我就很失望 这个消费体验最好的不好 但是这件衣服呢 我还是觉得很好看的 穿上是那种很有气质的 可能有时候去什么比较重要一点的场合 就可以穿这种 好了我今天逛了一整天的街 其实我才买了三样东西 由于我把footage弄不见 另外两样都没开箱到 因为我买衣服真的很难买 比较矮嘛 选择性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就这样吧 然后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分享连 按赞还没有关注我id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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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